我们今天来继续读《民宿记》 我们从第12章开始读起 12章讲什么? 12章讲米利案跟亚伦反对摩西 他们从西奈山起行之后 先经过塔贝拉在那个地方 他们因为发怨炎,火就焚烧他们的营地 后来下一站,到了基伯罗哈塔瓦 在这个地方,他们起了贪欲的心 对马拿觉得清淡无味,就炒得要吃肉 后来,神就降下很多的鞍醇 但是鞍醇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 就用摘殃击打他们 就让那些贪欲的人,都死在这个旷野里面 这是基伯罗哈塔瓦 然后之后下一站,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哈喜路 哈喜路也是一片旷野 上面这个图就是哈喜路 在这个地方,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是什么?就是亚伦跟米利安就反对摩西 为什么呢? 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 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 当初摩西差点被淹死 他们把摩西婴孩放在水里面 后来就是米利安过去跟埃及的公主、发老女儿去讲 所以才救了摩西一命 这是她姐姐 她后来成为一个女先知 后来过红海之后 她还带着大家在那边跳舞赞美神 就是米利安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 当然摩西三岁 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 就毁谤他说 难道耶和华丹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他们毁谤? 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是古时的女子 因为摩西他之前 他不是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吗? 米甸,你刚刚看到右边这个图 西奈半岛右边那块 对面那块,右边对面那块,就是米甸 古时是在埃及的南边,在非洲,在左边 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有人说会不会是讲的是同一个人呢? 但是应该是不是,应该不会 因为如果是米甸的女子的话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西波拉,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不会到现在才拿出来,来毁谤她 然后拿这件事情来挑战摩西? 应该不是 所以这个古时的女子,可能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说,可能是 西波拉的,可能是她的卑女 然后后来,因为西波拉可能过世了 过世了之后,摩西就续玄 她就娶了她妻子的卑女,做她的太太了 当初挪亚有三个儿子 闪汉跟亚佛 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 然后后来,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之后 以撒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 摩西就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他另外有一个妻子叫做基土拉 那个大概也是撒拉过世之后,他娶的 基土拉,是邦亚伯拉罕生了一些儿子 其中有一个叫米甸 他的后代就是米甸人 所以西波拉就是米甸人 古时,古时的女子 古时是谁的后代? 古时是韩的后代 韩有一个儿子叫古时 所以他的后代叫古时人 古时人是什么? 古时人是黑人 所以他可能后来娶了黑人 做他的妻子摩西 在圣经里面,耶利米书13章23节说 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 暴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所以,古时人 他的皮肤是什么?是黑色的 所以他们说,古时人怎么可能把 你的黑色的皮肤变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古时人是黑人 今天问题是,摩西娶了一个妻子,是古时人 娶了一个黑人做太太 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这时候就有意见了 这时候肯定会有意见 我在想最早的种族歧视 那时候要娶一个黑人做妻子 这个是我想一般人来说,不太容易接受 为什么你看到他下一句就说 耶和华听见了之后,他后面第三节说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人家攻击他,摩西都不反驳 摩西非常的谦和 后来是神出来为他说话 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但是另外有一个可能是怎么样? 就是摩西为人非常的谦和 以至于他对于黑人,他没有什么旗见 他甚至可以娶一个黑人的女子做他的妻子 他还是非常OK 为什么他会娶这个古石女子呢? 我想也许是因为,当古石女子那时候 你在旷野当中,怎么突然蹦出一个古石女子 最有可能的就是,她是希伯拉的卑女 后来,因为看她非常能干,也非常乖巧 所以后来摩西就娶她了 娶她,就像当初撒拉,撒拉看下脚也很乖巧 所以就把她给亚伯拉罕做她的妾一样 今天摩西就娶了古石女子 但问题是,她的姐姐跟她的哥哥就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就她姐姐跟她哥哥来说 我们家是什么? 我们家在以色列现在当中,我们可以说是第一家庭 第一家庭怎么可以取一个黑人进门呢?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不以为然 然后就开始觉得摩西下这个决定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他们就说,神岂不也是跟我们说话吗? 所以他就开始挑战摩西的权威 但是后来,神当然是帮摩西说话 而且就惩罚了米利安,让他长了大麻疯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什么名字? 这个人叫做西摩 这是一个神借着他带下1906年 阿苏撒街大复兴的一个黑人牧师 当时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 虽然是黑奴已经被解放了 但是,还是有这种对黑人非常严重的歧视 甚至于他们不可以再用同一个场地 他们的黑白都是要分离的 不可以在一起上学 即使你在车站里面等车 等车的后车停 黑人跟白人都是分开来的 这时候,有人介绍他 西摩去读一个神学院 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因为他是黑人的缘故 他只能在隔壁的房间听老师讲课 他还不能跟其他人在一起 那时候他听了那个讲课的时候 他就听到一些关于圣灵充满的道理 后来神就引导他,让他回到洛杉矶去 神学院在德州,后来回到洛杉矶去之后 他就在那边带他们聚会 然后传讲圣灵充满的道理 结果后来,圣灵就大大的浇灌 后来他们人越来越多 后来他们到了阿苏撒街的一个场地 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 不论是黑人白人,都聚在一起聚会 那些白人,他们也不会说 因为黑人跟你们在一起 没有,他们完全都在一起 结果在那个地方 这个复兴就持续了多久? 持续了至少三年 很多人就把这个复兴的火种,带到全世界去 然后后来一直到现在,多数的现代灵恩运动 都可以追溯到它的根源是阿苏撒街大复兴 这些灵恩,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包括五旬节派的,还有灵恩派的 现在全球赢到了至少有五亿人口 当初最起初,就是透过神使用一个黑人的弟兄 带下这样的一个大复兴 所以我们就看到,你说摩西他为人 比世上人更加的谦和 他对人没有歧见 他看到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宝贵点 像亚伦跟米利安 他就会觉得说,这些人跟我们怎么可以平起平坐 他们里面就有这种观点 但是摩西这个人非常的谦和 以至于,他可以看到人里面的尊贵的样式 后来保罗也说 现在神已经把人跟人之间的繁离都打破了 不分是画外人、西谷提人、犹太人、西利尼人 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同归于一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头,我们看到摩西就面对他权柄 面对第一个挑战 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挑战又陆续发生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有这些状况 我们可以看见 接着他们从哈喜路 他这个谁啊 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 长大麻风,后来就摩西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之后 神说,如果一个父亲土沫在一个女儿脸上的话 他岂不不蒙羞七天吗? 所以说,叫他要在营外隔离七天之后才可以进来 其实那时候,等于是米利安当时就马上得到医治了 根据摩西的律法里面,一个大麻风得到医治之后 也要过了七天才能够进到营地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米利安是当场马上得到医治 但是,他隔了七天之后,他才能够进到营里面来 为着他一个人,整个以色列这两百多万人 就停在那个地方,没有往前 一直到他进了营之后,他们才继续往前 所以,一个人的犯罪跌倒 有时候会影响整个团体的往前 在这里是一个例子 后来他们就经过巴兰的旷野 然后到了上面,加蒂斯巴尼亚 巴兰的旷野,是西奈半岛里面最大的一个旷野 在生命记里面,说这个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景象 这个也是巴兰的旷野 这个也是巴兰的旷野 他们就一直到了加蒂斯巴尼亚 加蒂斯巴尼亚,是西奈半岛上面最肥沃的一个绿洲 他在这个地方,就是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 从这个地方,神就叫摩西说打发探子进去 他就派了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一个 这里有列出他们的名字来 这十二个探子,不是当初民书记第一章里面所提到十二个支派的领袖 那些领袖年纪可能比较大,这些探子的年纪可能比较轻 所以他们派这些探子进去探查加南全地 然后这里说,十七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加南地 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 南地在加南地的最南边 然后,山地是在加南地的中间 所以从南地上到山地去 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 所住之地是好,是歹 所住之处是银盘,是奸臣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几薄 其中有数目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 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 那时候正是葡萄出手的时候 葡萄出手是在犹太地的四月,就是阳历的六月份左右 他们离开西乃山的时候是二月 犹太地的二月,所以现在是四月 所以他们大概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从西乃山到了加里斯巴尼亚 后来他们就进去窥探了整个地 从什么地方 这个地图是大卫所罗门王朝全盛时期的疆界 只是借用这张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地形 他们就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立河 直到哈马口 他们从加里斯巴尼亚出发 上面这里就是寻的旷野 经过寻的旷野,到了立河 立河已经到了迦南地,比较靠北边了 然后到了哈马口,哈马口等于是迦南地 最北边,就是当时神应许他们这块美地的最北边 所以他们从最南边一直到最北边 然后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 西伯伦在这儿 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士塞达满 原来西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岸城早七年 他们到了以色格谷 以色格谷大概是在西伯伦的北边,可能在这儿 以色格的意思就是一串 一挂,一串的意思 从那里砍了葡萄汁的一枝 上头有一挂葡萄 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火来 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纳挂葡萄 所以那地方叫做以色格谷 所以他们就是,那边的葡萄非常的大 他们回来,过了四十天 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 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 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然后他们说 我们到了尼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南与密之地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所以,有good news跟bad news good news,果然是流南与密之地 右边两个人扛着葡萄 中间这个人手上拿着那个什么? 那个是无花果 然后,bad news是什么? 好消息是流南与密之地 坏消息是,然而住那地的名强壮 诚意也坚固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养那族的人 亚玛丽人住在南地 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还有约旦河边 约旦河旁 就看到这些迦南的各族的人 这时候,迦勒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他说,信心的话,我们足能得胜 另外有些人就说不信的话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纳米,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 向以色列人报恶心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主人,就是伟人 伟人,就是巨人的意思 不是伟大的人,是巨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炸蟒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那边人身材特别的高大 其实就今天来讲,我们也知道说 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其实身材有高有矮 这边有一个男性的平均身高 全世界大概是最矮的一个国家 男性平均身高,我查一下印尼 158公分 中国是167公分,比较高 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高一点 171公分 但中国我知道,像山东的话,戈尔更高 所以每个区域不太一样,平均起来167 美国176公分 然后河南人,那个是最高的 最高的国家之一 183公分 所以,就是这些普通来看民族的身高 你看,有的印尼人看荷兰人,高一个头 然后如果是NBA的话 NBA的球星,平均是201公分 这都还不够看 那迦南的这些伟人,他们的后裔有多高? 哥利亚是300公分 哥利亚是伟人的后裔 巨人的后裔 所以那些人,就算比哥利亚矮一点 也不会矮太多 所以真的是,他们看到这些巨人 觉得自己像炸猛一样 他们这些巨人看这些 以色列人的平均身高,跟美国人差不多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跟现在的营养有关系 以前可能个子更矮一些 但是anyway,哥利亚300公分,这是没错的 当年以色列人身高有多少? 不晓得 但是我想,跟今天应该是,也不会差太多了 总而言之 他们看到光景,吓得不得了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也百姓都哭嚎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向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另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 这是不信的话 然后,这时候 约束亚跟迦勒却说信心的话 亏探地的人中 嫩的儿子约束亚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撕裂于福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亏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因毙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只有两个人说信心的话 然后他们说,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的话 就一定会把我们带进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知道 这个关键,他们能不能进迦南地的关键 不在乎敌人的高大,不在乎敌人的多少 而在乎什么?在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神如果喜悦我们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我们 神如果不喜悦我们的话,一个最小的一个敌人都可以把我们裁死 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不是蒙神的怨纳? 真言有一句话说什么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跟他和好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跟一个人有过节 一个人老是跟我作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想办法要去打败他 他说,如果你所行的蒙耶和华的喜悦的话 耶和华都可以让那些跟我们作对的 对我们最不友善的人,跟我们和好 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搞好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关系搞好的,其他都不是问题 所以,迦勒跟约书亚说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那地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跟神站在一起的话,就不用惧怕 然后这些地的居民,是我们的食物 所以他们看这个事情的角度 跟那些不幸的那些探子 跟老百姓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那些人就说,我要被他们吞吃了 他说,不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神给他们,把他们赐给我们,当我们的食物 我们把这个困难的挑战 现在神让我们遇到一个困境 是让我们把这个困境,当作食物,吃下去 吃下去之后,我们属灵的肌肉就强健了 所以,奇怪了 同样一个东西,两种不同的观点 哪一个观点比较对? 当然在信心的里面 因为神已经应许了,神要把那地赐给我们 而且祂说,硬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 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你要跟神站在一起 结果神听到了他们那些人,说不信的话,就震怒 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神都听不下去了 神也要保护那两个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胜。 神在这边非常生气 神说这个话是不是真的? 神就真的是要毁灭他们 然后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 我觉得神气到了一个地步 真的,祂可以这样做 但是另外这个话,也是让我们看到摩西他的为人 神也认识摩西 所以,祂借着这个话,也显明摩西里面的所示 他这个人的为人 摩西就带求了 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人 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 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 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 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椅上 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 在他们前面行 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于人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 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临近 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说 耶和华不轻易法努,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孽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致负极止直到三世代 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摩西为他们代求 他的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是讲到关于神的名声 神啊,求你不要把这些百姓给杀了 免得人家议论说,你不能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所以,求神纪念祂自己的名声 第二个是讲到神的性情 神啊,祢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 神啊,祢是一个有丰盛慈爱的神 祢是一个有赦免罪孽跟过犯的神 虽然后面,神是不以有罪的,我也无罪 祂赦免,但是祂不会挪去管教 但是anyway,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有慈爱的神 所以摩西就就着神的名声跟神的性情 来跟神祷告 摩西很会抓住神的心 结果神就怎么说呢? 耶和王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他赦免了他们,神赦免了他们了 但是他说,遍地还是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前面那句话,赦免了他们之后 然后遍地又要被神的荣耀充满 这两个句话怎么放在一起? 这边是讲到说 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如果顺服神去进攻迦南的话 神就会行神迹 那就会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以色列人如果顺服的话 神的荣耀就要彰显 但以色列人不顺服 那就会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保罗说,我们众人都犯的罪怎么样? 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不顺服神,神的荣耀就亏缺了 但是神启示说,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 意思就是说,人会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 神的执意不受到拦阻 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是神说,遍地还是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失败 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 所以神还是会让他的旨意实现出来 但是不是借着这批人 借着他们的下一代 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我这十次 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 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 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他们试探了神十次 哪十次? 这个十次试探神 我们从来出埃及,可以这样算一下 大概是第一次是应该过红海的时候 那时候过红海的时候,他们还没过红海 那时候埃及罪兵来 他们就在哭说 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 你要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 摩西叫他们安静 神要为他们的事情启示 第一次,神也没有惩罚他们了 那时候对神没有信心 虽然前面已经看到 神在埃及行了十个神迹 但这个地方还是在发怨言 第二次是到了玛拿 他埋怨水很苦 第三次,没有吃东西了 后来神就叫玛拿 这个是在训了旷野 第四次,神叫他们说 玛拿,每一天要取每一天的量 不可以存到第二天 结果有人还是存到第二天 这也是在训了旷野 然后,神说安息日不要去捡 前一天,神会赐给他们两倍的量 结果到安息日,还是有人去捡玛拿 所以,不把神的话当话 后来到了一个地方,立碑定 没有水,他们埋怨 结果后来,摩西就击打磐石 让磐石出水 第七个,就在西乃山,拜金有毒 第八个,是在塔贝拉发怨言 后来神就降火 然后,第九个是埋怨玛拿很淡薄 他们要吃肉,在基伯罗哈塔瓦 第十次,就是他们到了加蒂斯巴尼亚 他们拒绝进入迦南 所以,神说他们十次试探神 所以,神就让他们进不去 神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她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她领进她所去过的那地 她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在这件事情上头 迦勒比约苏亚,展现了更大的勇气 她出来带头说话 然后,要安抚那些百姓 神说她另有一个心志,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原文是说,她有一个不一样的灵 她有一个不一样的灵 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说 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灵,是什么样的灵? 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原文不是胆怯的灵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For God has not given us a spirit of humility but of power and love and discipline 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 乃是一个刚强的 spirit of power 是一个有能力的灵 在启示录21章,七到八节也说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违业 包括新耶路杀人,还有什么生命河的水等等 他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谁,胆怯的、不信的、可证的、杀人的 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所以胆怯的、不信的 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加蒂斯巴尼亚 他们这个时候,他们面对即将要攻打的迦南 他们里面就是胆怯,就是不信 因为胆怯、不信,所以他们退缩 所以他们就不顺服神 但只有迦勒,他里面的心,他里面那个灵不一样 他里面的灵是刚强的灵 而且他们看这个事情的角度 跟他们其他人不一样 他专心的跟从神 所以神说要把这个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为业 亚玛利人跟迦南人住在谷中 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红海的路是右边这条 就从死海的南边一直通到南边 一个叫做阿卡巴湾 这条路叫红海的路 所以他们就是从加蒂斯巴尼亚转回旷野 从右边这边绕回去 神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这恶会中向我发怨言 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 你们告诉他们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 待你们,你们的厮守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鼠点 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 必不得进入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 唯有耶和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苏亚 才能进去 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所以,真言说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神照着我们嘴巴所说的话,待我们 所以,我们说生命的话 我们说信心的话,就带下生命 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 但说不信的话,就照着这个所说的 就真的是倒闭在旷野里面 但是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 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 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 只有二十岁以下的,还有那些妇人可以进去 二十岁以上的那些男丁 就要倒闭在旷野 但是这里头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立位人 立位人不在惩罚的行列里面 所以他们是可以进入迦南地的 后来你就看到他们进去之后 果然像伊利亚撒那些人 年纪都是比较大的 跟约束亚同辈的 他不可以进去 因为立位自派不在这里头 不在这个惩罚的行列里面 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当当你们淫行的罪 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 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 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我耶和华说过 我总要这样带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惠众 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所以神就宣告了他的审判 他们要漂流四十年 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 报那地的恶性 叫全惠众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到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苏亚和 耶伯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 他们就胜悲哀 英文说 他们就深深的哀伤 然后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 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 情愿上耶和华所应举的地方去 他们当然不是悔改了吗? 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摩西说 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 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 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 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 你们必倒在刀下 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 所以他必不和你们同在 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 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 结果呢? 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 都下来击打他们 他们上去攻打 把他们杀退了 然后一直到荷尔玛 所以,他们懊悔 但是好像来不及了 来不及 以色列百姓他们这样不是懊悔 不是很好吗? 后悔了,然后就悔改了 悔改了之后,他们就说 我们愿意顺服神,去攻打迦南地 但是摩西他知道,这时候时间已经过了 那个timing不对了 神已经审判了 所以,你这时候再做,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彼得前书5章6节说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应该要服在神的手下 服在神的手下,不要再去自己任意妄为 但是我想到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例子 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 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我不去 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这跟以色列人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后来又对小儿子也这样说 他回答说,父啊,我去 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复命呢? 他们说,大儿子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到底你们先进神的国 这个历史跟刚才那个历史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懊悔去做神本来要他们做的事 结果后来不及了 这个,他懊悔去做父要他做的事 结果被称许 当然了,第二个历史是在比喻讲到说税吏跟娼妓 税吏跟娼妓,他们好像本来没有遵守神的律法 但是后来他们懊悔了 所以他们被神接纳 以色列人,这个是因为神已经下决定了 神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不愿意 所以他们已经错过他们的机会 这时候他们要再回转,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们这个时间点已经不对了 这个时候他们所能做的是什么? 只能扶在神的大人的手下 说神是公义的 神这样对待我们是正直的 我们所受的这些是该受的 而不是在那边拒绝 因为神其实已经有让摩西来警告他们说 现在神,你们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 不要出去 那他们连这个时候,他们都不听摩西的话 神其实要我们的就是要听命生于献祭 当神叫你不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还拼命说,我要去做 这就是献祭,想要来取悦神 但是神说你要听话,这更重要 摩西已经跟他们讲,不要出去了 这时候他们还是去 所以结果是招来一场大的失败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当初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自我 自我是何等的大 是何等的坚强 他就是完全靠着自己的判断在做事 当他们看到那些巨人的时候 他就想到我们的能力不够 不够胜过这些巨人 我们是像小渣母 但是当神的话 神的狠话下来了 你们都要倒闭在旷野 20岁以上的人 也就是说 你们在旷野要绕40年 等到你们60多岁的时候就死了 神讲了这种狠话的命定 他们又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挽回这个局面 所以他们就去送死了 一直被杀到河尔玛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自我中心非常的强 这个人真的是可以说没救了 所以难怪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 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自我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然后在十行面被圣灵致死 我们这个人才有救 从自我中心回到靠神而活 所以有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我这时候该怎么样呢? 像这里有两个例子 所以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智慧 这个时候,到底我们还没有机会来修正我们的错误 当然啦,我相信神都随时等待我们来回转 但是即使是回转 我们也要知道说,神要我们怎么个回转法 怎么个做法 这时候他们凭着自己的意识去攻打迦南地的话 是完全不衡通的